唐柄游戏通关秘诀是什么 嘿嘿 不愧是天选之人 直接拿到最简单的三角形 不是 大哥你听我解释 哎呀 在上一次 我成功挑战了 牛鱼游戏的木头关卡 对我这种游戏高玩来说 简直不要太简单 我记得下一个就是 唐柄游戏 这个游戏完全看图形 只要简单就稳过 走你 哦 三角形 嘿嘿 这个简单 只需要沿着边 一点点掰下来就好了 我不愧是天选之人 这样钱都是我的了 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不是 大哥你听我解释 哎呀 没事再来 不就是三角形吗 我 不是 大哥你怎么换一个这么难的呀 不服 扶扶扶扶扶扶 不就是五角形吗 只要我小心点 应该就没有问题吧 就差三分之一了 我去 直接马上到了 稳住 稳住 一定不能点错 就剩这一个了 哈哈 胜利是我的了 哎 怎么没有结束啊 外面不是还有一圈吗 我去不是直接拿水就够了吗 怎么枪都不枪 比直接还走呢呀 帮我出来 哼 没事 刚刚的五角形 我已经完全掌握了 就算是再来 玩 玩个屁啊 这么难都一直在升级啊 那你要不要试一次这个 没事没事 我扣 我扣 这次先快速清理掉边上 然后再仔细点细节部分 一定要稳住 呼 时间还长 就剩下你了 决定胜负能一斤 总算是胜利了 说起来下一个游戏是啥呀 有知道小伙伴吗 可以跟我说一下 最后喜欢视频的小伙伴 记得长按点赞支持一波哟 小伙伴